各位學弟妹好 我們今天上的是公位 社區衛生護理 我是秀密老師 秀密老師 我們預計會上 三小時的總複習 之後會有 九小時三堂課的 考題練習 考題的解析跟說明 所以呢 我們在有限時間裡面 幫各位把 歷年來的一些重點都把它摘出來 然後跟 各位學弟妹提高氣嶺 然後各位學弟妹 盡量好好的把握 最後這一個月 這一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好好的準備 如果說我們COVID-19的疫情 有壓制下來的話 沒有一直呢 所謂的無限期的三級 那我們考試呢 一樣還是可以在七月底 的時候呢把它考完 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去FB 我FB有開一個社團 叫做公衛護理 叫公衛護理 然後呢 前後來因為我們公衛一定都是要靠愛心 我們公衛能面對的是呢 老弱婦孺 然後呢 不同疾病健康狀態的通通都有 所以呢一定都是要很有耐心 很有愛心 所以呢 公衛護理 然後前後呢 都是兩個愛心 那這是我的社團 我開了社團 那如果說呢 你們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都可以 都可以在社團裡面發言 那我們可以來做討論 那另外呢 我也會把一些啊 相關的時事 像最近有更新 一些COVID-19的重點 好跟 設計一些考題 像這些的話呢 都是協助大家 對目前的時事 可以更理解 那我們目前的時事 不用講 一定就是COVID-19 所以COVID-19呢 它可以從第一張 然後呢 一直無限延伸 延伸到 學校的生護理 延伸到呢 我們的 職安 職安全 衛生這一塊 然後呢 傳染病這一塊更不用講了 所以呢 COVID-19呢 因為是從 2019年的12月 已經一年多了 所以它有些 它沒有完全被了解 不過它有一些那個 主要的一些特徵 理論上 應該都廣為被人知道了 所以 基本上 那些可能就會形成考題 尤其是我們現在 在三級的時候啊 那個社區防疫啊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大家會知道說 為什麼呢 我們公衛護理 或是社區衛生護理 或是社區衛生護理 它講的面呢 跟我們其他的 基護啊 或是產兒啊 內外 這些 就是相差很大 而且那個主題啊 比較分散 就是各樣各式各樣的主題都有 大到所謂的公害 公害就是全世界的 整個環境的 然後呢 然後還有職場 職安全衛生啊 然後還有呢 學校安全衛生啊 這些呢 離我們其他的科呢 相距都是比較遠的 所以它的主題是非常非常廣 為什麼齁 需要這麼廣 那大家就 需要個認知 因為公衛 或是社區衛生護理 它的對象 不像呢 是我們在 醫院裡面齁 都是一些急性 急進期的疾病 然後那些急性期的疾病呢 基本上它可能呢 就會分科 分莊科來做治療 所以呢 它就是可以呢 分門別列 分門別列呢 比較專精的方式呢 去做治療 可是公衛這一科呢 不是喔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社區民眾 普羅大眾 所以男女老少 通通都有 然後呢 為了確保呢 他的一個健康狀態喔 確保他的健康狀態 或是協助他做健康促進 或是呢 維持呢 他的一個生活機能 所以我們才需要呢 針對呢 這麼多的主題 來做那個學習跟了解 好 因此呢 那個社區衛生護理這一科 喔 他是需要廣泛的知識 就是18般武藝 大概都要了解一點 就是 比較沒有像呢 大家 之前學的喔 就是大部分的科目阿 內科、外科、科長科 這種比較specific Focus在特定的領域 他不是這樣喔 那他 好不好拿分喔 我認為喔 因為它就是一個生活化的 非常生活化的 就是你看我臉上帶照 我臉上帶照 進門就是要噴酒精 像這種公共衛生的一環 就是我們現在每天為了COVID-19防疫在做的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求各位要健康促進 然後就是要運動 這個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很生活化的東西 就是社區衛生護理這一科 它基本上是落實在食衣住行娛樂 每一個層面 因為它是跟我們的健康有關係的 所以你們要曉得 因為我們面對的基本上是在 易感期 或是在雅健康 雅健康基本上就是臨床前期 我們社區民眾理論上 是以這兩群人最多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是要讓 我們很多的一個健康促進 或是預防手段會集中在這裡 這是第一個你們要曉得的 那第二個呢 你們要曉得的是什麼呢 基本上因為我們面對的是 成千三萬的社區民眾 所以呢我們在推行任何的健康策略 或是健康計畫的時候 只要考試喔 它考的是由 上往下 這樣的概念 或是說 由公衛護理人員 或是由政府 主導 只要它出現了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在醫院裡面 比較常見的權威式的 權威式的處理方式 這個呢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所以呢這個是跟我們 跟其他科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公衛護理 社區衛生護理的目的 因為我們面對群眾 幾千個 一個社區可能幾千個幾萬個 不一定 那我們呢面對的又是呢 一感期跟臨床前期的 這兩群人呢最多 所以呢我們推動的 衛生計畫 或是健康促進計畫 基本上一定都是要由下往上 然後呢 不會是由公衛護士 或是呢 護理人員 或是呢政府主導 不會的 因為我們都希望民眾 可以自主自決 自動自發 來參與 所以這次的疫情也一樣 就是靠政府強力的施壓 強力的手段介入 固然有效 可是最重要的呢 像我們進來十連制B 沒有B啦 就是十連制上傳 然後呢進來進出 就是要洗手 用酒精噴一噴 然後呢出去要帶照 這個還是要靠 執行面還是要靠民眾 自主自決 自動自發來實行 它有辦法確保呢 我們整個社區的一個健康 所以這個是跟其他 臨床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它的一些政策面 因為它是生活化的東西 就落實在我們十一住行 各層面 所以呢它會因食因人因地自已 OK 因此呢就會發現說 欸我們有些像是COVID-19一直修 所以我們那個傳染病防治 它就出來了 新的東西就出來了 對不對 新的法規 新的政策就出來了 所以它就是會 有一些內容呢 就是會有過時的問題 會常常修改 尤其是跟那個法規 法規 有關係的 所以呢它會跟時事是互相配合的喔 時事喔 它會互相配合的喔 所以你們在做考古題的時候啊 或是在聽我們呢 課程的時候呢 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題目今年講的喔 或是老師呢 他今年講的就會不一樣 因為過時了 因為我們是跟呢 時事呢 是緊密結合的喔 所以不管是我們的婦幼衛生的政策 我們的 我們的長照2.0 就是針對老人的政策 或是呢 傳染病防治的政策 或是政府主要的一些 健康政策 都會過時 都會過時 所以這部分呢 大家就是要 特別的注意喔 這個跟其他科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它生活化 所以它 是會跟時事配合的喔 所以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就是我們公衛 社區衛生護理的對象 是誰 然後那群對象呢 主要呢 是以 哪 健康狀態呢 是以哪些居多喔 有什麼樣的特性喔 就會 變成說我們在做健康照護介入的時候 或是預防策略的時候 的一個那個 主要的一個參考 所以這邊就是要特別注意喔 他跟我們 以前實習的時候啊 在醫院裡面遇到的 已經生病的 那個是 做法是不一樣的 然後專精分課都不一樣的 好 所以呢那個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